明英宗再次登基为帝 有没有理解到治国之道呢 来看看他的治国之才 登基后做的两件事 反映了朱祁镇的能力 那朱祁镇都做了什么 今天牧鱼军带大家走进明朝 看看备受质疑的朱祁镇 朱祁镇初次登上皇位的时候 只有九岁的年纪 他的身边有很多辅佐他处理政务的人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朱祁镇 委居皇位之上没有自己的思想 他只知道皇帝要有威信 这样臣子和百姓才会听话 为了树立威信 在太监王镇的窜夺下 朱祁镇想效仿明成祖朱棣 亲自带兵北上 剿灭侵犯明朝边疆的瓦剌 他命人点好兵就北上了 本来呢是去打仗的 朱祁镇到了边境草原 却连瓦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 不见敌人的影子 朱祁镇只好班师回朝 可是在班师回朝的过程中 朱祁镇只知贪图享乐 没有提高警惕 结果中了瓦剌的圈套 大军被打得四散而逃 朱祁镇被俘 皇帝被秦的消息传回大明 朝中乱成一片 为了稳住民心 孙太后将朱祁御扶上皇位 然后以新帝的名义组织军队 对抗嚣张的瓦剌 最后瓦剌被明军击退 朱祁镇被释放回明朝 重回明朝后一切都变了 朱祁镇还被软禁了起来 过着被圈禁的日子 曾经被人拥护尊重 如今竟然过得如此窝囊 朱祁镇不甘心 他想要重新坐上皇位 于是朱祁镇忍辱负重几年后 发动了夺门之变 重新拿回了皇位 重新坐上皇位的他 对明朝的治理 却受到了很多质疑 虽然朱祁与圈禁哥哥 朱祁镇的做法不对 但是他执政期间 明朝发展的确实不错 朱祁镇再度继位后 明朝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吗 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朱祁镇是真的变了 第一件事 朱祁镇对权臣的处理 助力他发动夺门之变的大臣 是曹吉祥和石亨 朱祁镇再度继位后 为了快速站稳脚跟 他重用曹吉祥和石亨 由于朱祁镇的器重和纵容 曹吉祥和石亨在朝中肆无忌惮 他们联手将很多政务都包揽了 朱祁镇也很无奈 但是看在夺门之变的功劳上 他选择对曹吉祥和石亨做的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朱祁镇没想到 因为他的默许 曹吉祥和石亨在朝中越来越嚣张 他们不满足于现状 开始清洗前朝臣子 一旦他们抓到点什么 就扁了前朝臣子的官职 有些真有问题的 直接就被斩首示众了 很多臣子因为打压 选择辞官和调离京城 朝中岗位空出来之后 曹吉祥和石亨便将权力收归到自己手中 然后培养自己的亲信 一时间曹吉祥和石亨全清朝野 他们还联合起来将于谦搬倒了 诬陷于谦意图谋反 结果导致于谦亡死 于谦是什么臣子 危难之际保卫大明的人 他为人刚正不恶 朱祁玉在位时最依仗的大将 石亨却看不惯于谦 早在朱祁玉在位时 他就和于谦对着干 石亨把握朝局后就处处针对于谦 希望将其拉下台 朱祁玉在位时 石亨无从下手 朱祁镇这个不管事的皇帝 石亨完全不顾忌 于谦被扳倒后 对朝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边关没有了震慑力 蒙古人屡屡来犯 后来朝中开始有人不满 石亨专权乱政 汉林院的文人集团 他们上书朱祁镇要彻查 曹吉祥和石亨 因为文人集团的对抗 曹吉祥和石亨受到了打压 朱祁镇也慢慢看清 石亨和曹吉祥是对朝廷有害之人 但是呢 他顾及夺门之变的功劳 没有处置石亨 石家是武将之家 朱祁镇也仰仗石家 对抗边疆侵犯之人 所以对石亨再三忍让 后来大臣李贤提醒朱祁镇 要处置掉石亨 朱祁镇也着手实施 等他犯下大错 朱祁镇便狠狠地处置了 后来他重用大臣李贤 将野心膨胀的曹吉祥也扳倒了 朱祁镇再度继位后 能分辨清楚好坏了 朝中的毒瘤他都一一清理了 第二件事 朱祁镇用贤臣 上面提到的李贤 是朱祁镇重用的第一位贤臣 李贤当初还是石亨举荐给朱祁镇的 他为人正直 还有长远的政治眼光 李贤虽然是石亨举荐的 但他没有和石亨同流合污 而是真正为大明着想 朱祁镇处置掉石亨和曹吉祥 便重用李贤 将其调到了吏部 而后李贤进入内阁 帮助皇帝朱祁镇整顿朝政 朱祁镇有多信任李贤呢 他病重之际 还将太子朱建身交到了李贤手中 可见朱祁镇再次掌权 听确也有自己的判断力了 朱祁镇没有朱瞻基那样的治国之才 但他经历过一些事后 成熟了很多 对很多事情有了自己的判断力 但他曾经重用奸拟之臣 依旧被人诟病 朱祁镇的一生是功劳和罪过参半 对于朱祁镇这位皇帝 你们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楽强